美俄官員繼續就敘里亞空襲行動舉行會談 美俄國防部長預計將會很快達成協議 美國和俄羅斯國防官員週三舉行進一步會談 討論兩個人員在敘里亞上空執行飛行任務時的安全程序問題 美俄國防部長卡特說 他預計協議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 從而避免美俄戰機有可能發生空爛 美俄國防部長卡特說 他們特別是在俄羅斯空中的專業行事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 會談還沒有結束 但正在取得進展 他們很快還會繼續開會 他預計會很快結束 據發生社報道 俄羅斯在星期二說 之前24小時 他們擊中了86個恐怖分子的目標 這是俄羅斯9月底開始空襲行動以來 單日擊中目標最多的一次 卡特說美國轟炸敘里亞境內伊斯蘭國目標的使命不會改變 他敦促俄羅斯放棄失敗的戰略 並且說俄羅斯戰略具有方向性錯誤 而且是短時間 另外聯合國敘里亞問題特使德米·斯圖拉 星期二在莫斯科舉行會談 努力在俄羅斯和美國官員之間達成共識 爭取通過政治途徑結束敘里亞衝突 莫斯科和華盛頓對各自國家在敘里亞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分歧 特米·斯圖拉星期三還將前往華盛頓舉行會談 這件事有限 各自國家企業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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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